各型战控機 打擊範圍遠近兼備 加上支援機種 在技術更迭下 不但推陳初心 更自成家族 共軍空中兵力陣容 和艦隊規模 兩相比較 毫不遜色 五角大廈所提出的 2023中共軍力報告中 出估解放軍 空軍加上海軍航空兵力 還算不上無人機 各型機種數量 一共上看3150架 儘管仍遜於近年 稍有縮水的美國空軍陣容 印太司令阿基里諾 卻再次向參議院示警 中共未來式的 世界最大空軍 對安全的威脅 不容低估 專家分析 產能爆發促成的數量優勢 還不足以全面抵消值的落差 值得持續注意的是 中共明確的擴軍目標 第一個南海的部分 他應該要 想要把它錨定 就是這些地方是我的 所以我建設了 你們誰都不要來 來囉嗦 第二個 是要把台灣把它拿下來 那第三個 他可以突破這個 可以直接面對 這個關島或者是夏威夷 就我們講的第二島鏈以後的 這些東西 他希望把它擴大 兵力和無窮企圖心 似乎讓空間有限的 西太平洋空域也難以容納 美國國防部指控 近兩年來 共軍軍機在東海和南海的行動 造成了近180次 中美空中危險遭遇 在兩國撞擊事故 滿二三周年的現在 問題更被放大 中美開始對抗以來 其實我們如果是觀察 美國飛機飛到中國大陸 附近來偵查的飛機 其實是那個數量已變得非常 以前可能是單機出來攔截 或者是撞機出來攔截 這樣可能就是變成一群飛機 出來攔截 基本上我認為 中共在訓練飛行演員的時候 當然不太會去 引力他們去做這些危險動作 可是在實際第一線的時候 他又看到我們又把王位 每年都拿出來當做英雄 變相的就會讓這些 第一線的飛機員會跟那些艦長 就覺得想要有樣學樣 特別是中國大陸國內認為 烈士的價值就在於 為了維護領土主權和外軍對抗 因為中國大陸其實 他們是以陸地的角度 來看待海域跟空域 所以他們對於海域跟空域的保護 基本上還是有陸地那種防線的概念 這個遠征型的空軍 在平時當然是 設法去確保他的戰略緩衝區 不要讓他的 在大戰略緩衝區之內 能夠減少其他國家軍機的活動 如果他達到這個目的的話 他可能接著就會去要求去 藉由一個新的國際關係 或國際制度的建立 來鞏固這個成果 設法透過軍力的數量優勢 替治權和法力撐出空間 聽起來是不是和當前台海周遭動態 也有點類似 他的軍機跟軍艦 一定就會持續常態化的越過中線 並且盡可能的去逼近 我們中華台灣的陸地 這樣子才能夠去在行動上去支持 他對整個台灣海峽擁有主權 雙方海空軍之間短閉相近的情況 不斷的增加的話 那加上中共空軍第一線人員 中共海軍跟空軍第一線人員 常常會有這種過激的行動 確實就會增加了在台灣海峽周遭 不論是海上或空中 發生這種軍事意外的危險 陣容動作增加和擦槍走火的機率 隱約呈現正相關 即便中共不會只為了台海當面 請力擴軍 但施出有名的地緣衝突 近年案例 應見不遠 TVBS新聞羅斯鵬 耶復 台北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S新聞網站